Hello 今天想介紹一下一個卸妝產品 想介紹給大家 因為天氣轉 其實我們用的護膚品 都應該要在轉櫃的時候 可能留意平時用的卸妝油 或者洗臉產品 會不會太刺激呢 因為太刺激的話 就算我們之後的護膚品 再保濕再好的話 皮膚都會少了一個屏障去保護 可能有機會會敏感 之前說過洗臉產品有哪些是溫和的 今天想介紹一下卸妝油 Beauty Sensation的卸妝油 它是新推出的產品 之前我推介的都是100% Pure的 可以拿出來 100% Pure的卸妝油 其實它兩個的差別是什麼呢 其實這段影片可能是給一些 本身已經來過的客人 可能會比較熟 但我也盡量講解一下 這些卸妝產品 為什麼會比較溫和 以及用完之後的感覺會好 盡量多分享用後感給大家參考 之前的100% Pure 其實它是一個很溫和的卸妝油 但它是有少許乳化劑的 因為怎樣看到它有乳化劑呢 就是在我們洗臉的時候 再用水沖的時候 會有些白色的東西 這些就是乳化劑 但其實它的乳化劑也有分很多 它可能會比較溫和一點 100% Pure的卸妝油 乳化得麗 其實我會覺得真的沒有那麼傷皮膚 但可能在市面上 如果比起很多大牌的卸妝油 就是有乳化的卸妝油的話 我自己用過這麼多 我覺得它是最好的選擇 但後來因為Beauty Sensation 就推出了一種沒有乳化劑的 這款我應該是在夏天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試了 其實中間我已經用了4個月的時間 在夏天開始已經用了 每個經歷 可以跟這支卸妝油的經歷 就是一開始用的時候 真的不習慣 因為沒有乳化劑 我很擔心它會令到割質口 或者容易生粒粒 一開始用的時候 然後呢 頭那個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我是覺得好像角質真的厚了一點 那我就問回Beauty Sensation 我就說怕不怕 因為可能沒有乳化劑 我會怕它會製造一些角質出來 那接著呢 其實Beauty Sensation 它回覆我 它就 澳洲那邊 就是說 其實它裡面是植物的一些 植物性的油來的 那其實它呢 那一種 build up 就不是我想的一些 可能令到角質厚了 或者是可能容易生粒粒的 它呢 維持著用的時候 就是我之後那幾個月 應該是一個月之後呢 我用完是覺得 咦 原來皮膚是真的好了 那個好了的感覺是 那個死皮呢 其實我 有時候都很懶的 我就未必定時可以做到一些去角質的變磨 或者是磨砂那些的 但是我用了它之後呢 我覺得我整體的膚質呢 是覺得軟熟了 還有是好像真的強壯了 因為轉季呢 其實我這次是沒有敏感度的 就是有時候我都是介紹一些敏感產品 給大家去舒服敏感的 那通常呢 如果是敏感的時候 在我身上 現在就是用一些新的Product 可能用一些新的Product 就中間可能會有些 試了一些不適合的東西 就會敏感 通常呢 我的敏感情況就會這樣來的 那 其實 我的皮膚現在是覺得真的強壯了很多 那 那 這個 卸妝油呢 它用完 可能一個多月左右 我真的覺得那個膚質是 軟熟了 好像剛才這樣說 那 就正如好像澳洲那邊回覆我 那 它就是說 這些植物性的油 其實它進去 它就不是 製造成 而是 將裡面的一些 髒東西 是帶出來的 還有是 可以做到 一個皮膚本身 天然的屏障 去保護那個皮膚 那所以是 我是真的 感覺到這一點 那所以我這次 我就很推薦給大家 真的可以試一下 因為呢 剛才呢 剛剛有客人呢 就過來買 Emma Hardy那個 洗面膏 剛才呢 就有客人過來買 這個 Emma Hardy這個洗面膏 那 他剛好呢 有看到我介紹給另一個 客人呢 這個 新的寫妝油 那他就問我其實 有些什麼不同 因為他都已經用了好幾盒 這個Emma Hardy 那他就覺得 沒有 令到它生了五粒 還有是舒服的 那 但是Emma Hardy呢 它始終 就是 不可以知道全天然的成分 還有我覺得呢 它 雖然我現在還有 很多貨在這裡 但是我都覺得 它現在新的這個 這個 是跟我很久很久 剛剛開始介紹它之前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一個味道來講 一開的時候 是覺得沒有以前那麼清的 那剛才呢 他就有問我新的這個 是怎樣的 我就說 很好用的 覺得它是真的改善到我負責 那所以呢 最後呢 他就決定了 不用這個主意了 那現在試一下這個 Beauty Sensation的卸妝油 那其實它的用法呢 都會有不同的 因為它沒有乳化劑嘛 那其實我們怎樣 令到它乾淨呢 那 那 其實就有個方法呢 就是首先我們 泵一整泵出來 看看 輕輕沾一點 太多太多 那呢 那些油呢 好 非常滑 好幼的 而且 就不像 嗯 有些外面 我是覺得真的粗的 那個油的質地 我摸下去 真的有些像煮食油 那些很粗 很厚的那些 我就很怕那些油 那當然它裡面 成分都不同 都有一些少許化學東西 那但是這一隻呢 真是全天然 是澳洲牌子澳洲造 還有是 100% natural之外呢 它是說有 99.8%有機 那所以 這個很好 而且那個味呢 是很舒服的 因為 就是你卸妝的時候呢 可以放鬆你的心情 聞到這些味之後呢 真的 那個人可以馬上 已經是舒緩了很多 那呢 按摩完整塊臉之後呢 那我其實 我會一整泵的話呢 其實就大約 這裡那麼多 那我就 除了臉之外呢 我就連頸 還有鎖骨 去到這個位置呢 我都會按摩的 這樣按摩 因為頸呢 我也會塗上防曬 真的 你大家都看到 之前都有人說 我的頸蚊很厲害 那其實我真的 十幾歲呢 我這裡已經有兩條紋在這裡 那兩條紋呢 就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頸蚊這些是肌肉的東西 就不是說 可能 保養不夠 因為十六歲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兩條紋 但是 現在我都不可以抬慢 因為真的 如果年紀越大 其實它越來越出 那我就不想 就是不想太 太角眼了 這裡 我防曬一定要塗 當然一定要試試妝 那我就會用這個油 但其實很舒服 我完全不覺得是麻煩 我用了這個油之後 我覺得是很舒服 那 按摩完臉和頸之後呢 那我就會用一條毛 面筋 那個面筋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呢 我自己家裡有一包 這個 其實它是給寶寶的 這個美國牌子呢 它這個是有機的粥 的一些 麵筋來的 那我自己就用了 用 不過 那條是在家裡 所以我就拿回公司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機的一些粥 所以它是乾得比較快一點的 那Emma Hardy那個呢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用了 我覺得很棒 它是有兩邊的 一邊呢 這個呢 就是Muslim Cloth 其實很薄 好像沙一樣的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Microfiber 很多這些好像微細的一些 一些 嗯 纖維那樣 其實這個是非常棒的 我首先呢 就會用了 Maslin Cloth 這邊擦完之後呢 再用這邊擦 那其實很乾淨 那但是呢 我近期呢 就喜歡用這個 因為呢 Emma Hardy 有時候我會覺得它比較難乾 就是掛在那個廁所那些呢 都是會比較難乾 那我就 近期就喜歡再用它 因為它很快乾 那我就不用怕它說有菌啦 所有東西 那剛剛呢 剛剛呢 說到呢 首先就按摩完臉之後 那我就會濕了一條毛巾 然後呢 就把一條濕的毛巾 呢 擦走自己面上的油 啊 頸的油 那其實呢 擦完之後呢 因為本身的油已經比較薄一點 那所以擦完之後呢 你剩下的那些油呢 其實已經是很少很少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去洗澡了 因為洗澡的時候呢 如果我有這個油在這裡呢 其實在我洗頭的時候 或者是 就是洗澡的時候呢 它可以保護我本身的皮膚 就不用說它是在一個乾 太乾的狀態裡面 就是洗澡 那就會保護得更加好 然後呢 洗完澡之後 出來啦 那我就會用回啫喱洗臉了 就是Beauty Sensation這個牌子 那個啫喱洗臉 那它現在換了新包裝 其實可能 你們很多人都有用過的了 這個啫喱洗臉 那用回它這個啫喱洗臉之後呢 它就變... 其實整個面就已經很乾淨了 不乾啦 剛剛好啦 還有清走了很多暗粒 你真的感覺到如果你用了一個星期左右呢 就已經感覺到是沒有了暗粒的了 所以這個是... 極力推介 我覺得是好好用 這個combo是很值得大家一試的 那我... 我皮膚其實... 用了在一個多兩個月 我想兩個月左右啦 那我就... 覺得這支油呢 是真的幫到我整體的膚質都不同了 因為之前呢 就不斷在護膚品的程序呢 就用很多不同的護膚品啦 就是有Active成分 或者是天然成分 去幫助皮膚洗完臉之後補回的 那... 那個效果呢 就是... 當然也有效果啦 但是呢 我發覺呢 我自己加了用這個卸妝油之後呢 是完全感覺到沒有負擔之餘呢 我覺得我那個皮膚是... 那個質素呢 都已經不同了 真的變了... 軟熟了啦 強壯了啦 所以是... 很好用啦 我覺得這個油 那... 那... 想跟大家說一下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用法呢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呢 你可以用來做... Oil Cleansing的 如果大家了解Oil Cleansing的話呢 其實... 我們... 用它呢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叫做Oil Cleansing的效果 不過呢 你在用完... 即是按摩完之後 即是射中的時候 按摩完之後呢 你用一條... 熱一點的毛巾 暖毛巾 可能是比較敏感的皮膚 濕了它之後 然後就暖敷自己的臉 可能暖敷它兩分鐘啊 那些三分鐘啊 那你就把那個毛孔打開 之後呢 你洗臉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植物油呢 是會深入到你的毛孔裡面 再... 將你在深層裡面的... 污垢... 污垢東西呢 就一次過在洗臉的時候 帶出來 那所以... 對了 這個是... Oil Cleansing這個方法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啦 如果你敏感皮膚的話呢 都可以用到 因為呢 尤其是是乾性敏感肌的話呢 用完之後呢 皮膚是真的可以Stable一點的 那所以... 這個是我近期... 應該在未來的... 一個多長的時間呢 我都會繼續推介給大家用的 Cleansing Oil 但是呢 如果你呢 就... 未習慣用一些 冒浴化的產品呢 那你呢 絕對可以繼續用回 100% Pure的這個Cleansing Oil 那因為它本身... 它如果比起市面上已經很多了 那所以... 這個可以帶的 給大家參考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你都可以Facebook 或者IG我 那我們遲些再見啦 拜拜